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收看我們今天 6月21號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在最近的震盪非常的大 台北股市前幾天大跌下來之後呢 這兩天稍微有點反彈 但是這樣的反彈是真的是假的 台北股市未來會怎麼去走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做關盤 跟分析 那其實我今天的 在測標裡面我已經把答案寫得很清楚 我說期貨已經透露著 整個台股的一個動向 尤其未來這一個月台股的一個動向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 分析給你聽好我們仔細來看 其實台北股市能到目前為止 我們會發現到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說 台股我們要怎麼去研判 端午加節之前6月15號 那時候我們就從籌碼結構跟技術面 去分析給大家看有沒有 那時候的內容 整個內容 這些內容我們都放在 我們LINE ADE 裡面的首頁 如果你還沒有看你趕快去看 因為這些都還適用 因為台北股市為什麼會比較偏弱 你不要說美中貿易戰怎麼樣 到目前為止 國際股市全部都受到影響 可是當時我們在寫6月15號 我們在跟各位講 以籌碼結構跟技術面去分析的時候 美中貿易戰還沒出現 但是呢 當時我們就跟他講 以目前雅股的結構來看 台股一定會受影響 所以要提防高位階的台股 會有修正空間 有沒有 進行台北股市是不是壓力比較重 對吧 好 那過去了 現在重點是 台股未來他又會怎麼去走 其實今天在9點半不到的時候 我在我們的LINE ADE 裡面 我就先把重點先跟大家去做分析 那到底台北股市的動向怎麼看 我們跟他說 期貨已經透露台股動向 好 仔細看 為什麼這麼說 6月21號禮拜四 時間9點到19分 你看一開盤沒多久 我們就跟他講 我說台股要留意一個現象 台子期昨天結算嘛對不對 結算後今天是不是開新倉 他的新倉在多少 開在多少 10739 各位我們仔細來看 昨天台子期結算完之後 他開在10739 指數呢 現在在在多少 10964 怎麼搞的 這個地方看起來差了多少 差了差不多200多點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期貨開新倉是開7月份 7月份很多重量級的個股除全息 所以他把現在那些權重 全部都先調整掉 也就是說 反正你要除全息的那個點數 我全部把它 減掉了 所以呢台北股市就開了 跟現貨差了200點 好那重點是 期現貨差了200點 主要是期貨將7月份 除全息的權重先調整 可是重點是啊 他已經先調整完了 那調整完之後呢 結果呢期貨不漲 反而是跌的 你看啊 台股今天啊 目前大概是漲40點左右 可是呢期貨一開盤沒多久到現在 全都是跌的 有沒有 那你期貨是現貨的先行指標嘛 那你想想看啊 調整後的期貨不漲反跌 那可見什麼 台股7月因為要除全息 你現在現貨跟期貨差200點 你如果說以現貨來看的話 現在這個地方啊 因為要除全息 所以呢 台股反而沒有什麼上漲的空間 所以呢我說 操作你要小心 不要去買再高檔 對吧 因為你台北股是目前 跟期貨來比差200點 那未來陸陸陸續續的除全息 你指數上不去 所以呢指數它沒有什麼太大的高點 所以期貨它本身 已經告訴我們了 整個台股未來這一個月 它的一個走向 可是呢為什麼期貨 它會比較偏弱 你看嘛 今天台股的現貨還有漲 可是期貨都是比較偏弱 原因在哪裡 我們再仔細來看 今天在line裡面有跟大家說 因為當時我跟大家講的時候 我說美元走強 離前高只差一點點 那你信貸幣敘弱 你信貸幣敘弱外資就沒有 賣壓就沒有辦法減緩 對不對 所以這個解釋為什麼 期貨的 期貨權重調整之後還是偏弱 原因這在哪裡 這什麼意思 你仔細看 今天的美元已經來到95.251 今天是上漲的 你看到美元 最高來到95.292 現在95.251 只差一點點就要再創新高 當今天美元去走強的情況之下 你新台幣位率今天是大扁 昨天已經創新低 今天又再創新低 那我問各位 外資的 匯損壓力他還是存在啊 所以你說外資要轉賣為買 你從匯率來看就不可能啊 對吧 好 那外資既然他 他匯損壓力還在 他會賣什麼股票 他都手中是全值股嘛 所以你會發現到啊 今天整個台灣50都沒動 現貨有在漲 可是你台灣50沒動 所以呢 你整個台灣50都已經破季線了 上不去 因為外資有匯損壓力 他壓力比較重 所以呢 你說台北股是這裡壓大漲 怎麼漲 你全值股沒有動 結果呢 造成說你整個指數受到壓抑 這也可以去解釋說 為什麼 今天的期貨會有賣壓 那是因為 你新台幣會一直貶 你現在又在創新低 外資會損壓力重 結果呢 他去賣全值股 全值股又跟台灣50有關 那你整個期貨的部位呢 期貨的那個 的那些個股啊 幾乎都跟台灣50差不多 所以為什麼你期貨比較弱 當你在整個七月份的 期貨的權重已經調完了 結果你期貨還在跌 你跟我說台北股是指數要大漲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這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整個那個 從匯率到整個期貨 外資的一個操作的一個順序 好不好 所以有些個股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 他的一個殺多的疑慮呢 還沒有結束 因為我昨天有跟各位講過 這個盤走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問題最大的是融資 這裡 問題最大的是融資 因為這段過程裡面 融資增加了180幾億 你外資都在賣 法人也都在賣 所以幾乎都是散戶的買盤 所以呢 我之前有跟他說啊 有些個股來到這地方 你看 雅德克 跌下來融資創新高 上癮跌下來融資創新高 到現在為止 這些個股呢 到目前為止呢 都有出現那種什麼 殺多的一些疑慮 被動元件相關的個股 你看華新科 現在高漲震盪了啦 最近被動元件有一些併購的力多 可是股價都上不去嘛 你上國具融資創高 結果呢 你看 今天的走勢你也是開高走低 所以可見呢 有些高融資高檔的股票 你一定要避開好不好 那當然很多人問說 那這盤沒有得做了 不對啊 我昨天有跟他講 我說這幾天我跟他說 美股已經告訴我們答案在哪裡 什麼叫做答案在哪裡 你看哦 道琼 昨天跌42點跌不多 看起來好像納斯達指數呢 漲比較多 漲0.7%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是創新高 可是合本你知道嗎 這兩天美中貿易戰的情況之下 漲最多的是NBI生技指數 漲1.6% 前一天還漲1.5%以上 兩天漲超過3% 你看 NBI生技指數繼續攻嘛 所以我這兩天跟他講啊 生技股 它會是台股的避風港 所以呢 你看啊 今天生技股到尾盤 一直拉 漲了1.6% 很多電子類股開高走低 今天金融股也沒什麼動 反而現在資金又回到生技 那生技股要怎麼去看呢 之前我跟大家說過啊 以生技的個股來看 有兩檔指標 權重的指標 一檔中域 中域漲多休息之後回到季線 昨天跟他講 回到季線之後我覺得 生技要動它就不會再跌了 生技 生技照理來說 美股的生技在動 終於照理說這天還要表態 結果呢 終於是不是漲上來了 可是問題是 他是比較高檔位階嘛 這種比較高檔位階的股票 我說我們不要去追啦 我們去掌握低檔的 所以呢我這兩天有跟他講 你看浩鼎 之前我跟他講 我認為低檔到了 結果呢我沒有辦法抓到最低點 可是我昨天在LINE裡面 我跟你說啊 這應該是不錯的加碼點 結果今天的浩鼎 也開始動起來了嘛 當他站上月線是一個攻擊的開始 所以掌握生技股的低檔 是你現在最重要的課題 因為 當你掌握低檔 你就是做價 你絕對沒有抬價的疑慮 好不好 那這些操作我們都在LINE裡面 都有跟大家去做解說 那到底這個地方 生技股要怎麼去操作 那這地方也歡迎你 就加入我們的行業 這樣比較快好不好 不要每次那個做價的機會 你都錯失掉 那至於整個盤式的操作 跟整個個股的一個 的一個後勢的一個輪動的話 那也歡迎各位 加入我們的LINE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辦法跟大家做更詳細的解說 你加入LINE 我會跟你講得很清楚 好不好 歡迎你跟著我們一起來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本投資公司 予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贈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系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